大家好 Audit 谷歌账户或者说YouTube账户 在一个新设备上登录的话 它谷歌会要求你做二次验证 输入密码以后 那么它二次验证缺审的是 它会在你以前已经登录过YouTube 或者其他一些应用的账户上呢 要点同意或yes 那经常我们设备比较多的话 手机比较多 iPad啊等比较多的话 因为搞不清 到底是哪台手机或iPad 或者说安卓手机等等 就非常麻烦 那么这可以把它屏蔽掉 否则的话 而且我想要让它电话验证的话 它这个电话验证是灰色的 不让我点进去 没法用电话验证 必须找到那个设备 然后要安装谷歌的一个应用YouTube才能用 这就非常麻烦 那么万一这设备丢了就进不去了 现在后就登录不了了 其实把这屏蔽掉以后 只用电话验证就可以了 那么在登录谷歌账户 然后在下方滚动到这里 找到You Connecting to Third-Party Apps and Services 那么连接到第三方设备 那么就点进去 点进去以后 我们在上方右上角的时候 有个齿轮模样的设置 这地方有个打勾的选项 勾表示它让谷歌Prompt 谷歌提示 让你去到其他设备上去找 同意按钮 yes 按钮 我们就不需要他用 直接就用电话验证 这样就方便 万一设备找不着了 你就没法登录谷歌账户了 好把它关闭就可以了